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离了盘斯洞,八戒卸了原形开路,一路拱到火焰山地界 前头炮尸雷目打个不停,过道里一个耗福利势 跟一群阴兵鬼族打成一团 听命人一问才知道他是大圣结拜大哥 平天大圣,牛魔王麾下先锋 至于天命人要找的东西,他家老代王定然是知道 只是山上有几具五行车,乃是小代王红孩儿练花的义务 颇为凶险,自打山里冒出阴兵来后 就跟疯了一般,刚刚的炮石就是这辆赫铁战车扔出来的 幸好他卡在了过道,天命人打的是轻轻松松 过了灰镜台,一个故人跳出了院墙 是在黄蜂岭遇到的石母的老公石父 天命人也没留情,直接送至公母俩天上巷剑去了 就从小院过去,头上炮火更密了 领终放炮的是灰铜战车,只是天命人冲上去打 却听到远处一个女孩声音高呼救命 天命人定睛一看,是山间一棵枯树上挂着一只小狐狸 他说是山中生了变故就跑出来,他一个呜呜耶耶的求天命人去救人 正说着呢,一阵天崩地裂 天上掉下好大一双头如来 无毛的那个叫急如火,炸毛的那个叫快如风 他们两个本是斯哈里国的泼皮 因杰到时不小心把人打死了 被一同打进死球,只等秋后问斩 只是其中一个是骆驼民的后裔 会邪妖法教了同伴 他两个被砍了头后,就靠着两个脑袋,一个喷火 一个山风杀人取乐 天命人把他兄弟两个打了,从树上救下小狐狸 小狐狸在他怀里,哭得一阵红雾 好一个淒淒惨惨的小姑娘 看得八戒哈哈大笑 闲子好风流啊 这狐妖倒也不是外人 是牛魔王的女儿萍萍 他一看到八戒,就躲到了恩公天命人背后 原来他亲生母亲就是取经路上 八戒在火焰山打死的那只玉面狐狸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萍萍赶紧说道 那天哥哥红孩儿找他,可他到了灰溪 他看到的却是哥哥大笑着指挥 急如火快如风,烧得牛妖们满山跑 其实自打哥哥从南海回来 他就感觉哥哥变了 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 但总是觉得害怕 这波,红孩儿玩够了火烧牛妖 叫萍萍玩个你逃而我追的游戏 萍萍躲进石缝 他就一枪打碎岩屎 萍萍藏进枯木 他就一口火烧浇枯木 不到伴住香 就把萍萍擒住 耍着枪花 问他我的武艺跟父王比如何 萍萍不敢评价 小心翼翼说道 哥哥,你有心事 妹妹只觉得咱们一家团聚不易 只想在山里好好生活 与世事无争 没想到一句话点毛了红孩儿 强奸指着天上的火烧云 说道 妹妹,你该去山外看一看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与世无争 都是争不过后的自欺欺人 萍萍想问他是与谁争 又争的是什么 但话未及开口 后警就挨了一下 昏死过去 万请恩公来救 萍萍说父王也被哥哥求了 只请恩公速速取救 八戒长了个心眼 掏出一只交流床 让天命人收好 随即跟萍萍而去 天命人也跟过了火辽三关 一路跟到丹造谷 这里有条密道 通往铁扇公主的寝宫 可宫门前传来两声怪叫 旋即一道风吹了过来 又是一对守门的妖怪 云里雾 物里云 说是两个人 却有四个头 原来物里云是个瞎眼的山神 云里雾是三个寄予他神位的野鬼 四个打架时让红孩儿瞧见 硬捏了起来 天命人打死他们后 进了罗叉宫 翠云殿 那只娇撩虫而自行 从绣筒里飞了出来 天命人一闪身附在他身上 听到是萍萍在向他母亲戒芭蕉扇 没想到铁扇公主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个小蹄子想的什么 莫不是想把芭蕉扇骗了去 等我们两个死了 你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快活 萍萍扑通一声给后妈跪下了 再三发誓是担心父王安危 所以才求了上仙一同来求情 天命人这才看见 还有一人随萍萍一同前来 手中拖着波斯火焰山土地 他跟铁扇原本都是在兜率攻守炉 山峰的扇子 他劝师姐说到那天命人的来历 你我都知道 红孩儿前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 天命人后脚就到师姐 你不觉得奇怪怪吗 那六根怕根本就不是修炼的至宝 只怕到头来 咱们都成了他还魂的祭品 铁扇心动了几下 万万没想到 这火焰山土地却突然来了句 走吧 我只在意你一个人 我们一起走吧 这是什么浪荡话 萍萍刚要发怒 没想到铁扇却笑了笑 拍拍大腿 冲土地说道 师弟 来坐这 萍萍看他还真有脸 上前破口大骂 土地手上捏了道府 打过去直接把他封了 见左右没了人 土地急吼吼臭上去说道 师姐 下去之后 还是第一次离你这么近 铁扇也伸出手来 牺牲说道我呀 也怀念咱们在天上的日子 给土地听了 心里酥酥痒痒 可再一看 这一只柔一般的嫩手 却伸出一片黑毛 呸 分明是条猪蹄 铁扇大笑的 一转身竟然是八戒 他举着霸耳 笑骂一声 这一路的阴兵鬼将 你以为俺老猪 看不出来是谁的杰作 土地恼羞成怒 他这玻璃成的 是兜率宫里的一滴五根水 倒转金波 五根水落在地上 顿时间天地都成了黑白二色 阴阳两极 他在这五根水中 又生出诸多变化 天命人最不怕的就是摇人 摘下一出豪毛 呼的一吹 叫出一群猴子猴孙前来应战 八戒本是天鹏元帅 更是不怕水战 土地知道打不过 跳到半空中 又从金箔里捏出一条阴阳鱼儿 这鱼本身南海 身长两丈 几次如刀 只要出事 就是心疯疯作浪 一并千里 即便如此 一个畜生 也不是天命人和八戒联手的对手 土地冷哼一声红孩儿 绅士之谜已经接 他是不会善把甘休的 等他跑了 八戒才摇头说到 都是造孽啊 这土地命不好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他说的是土地为了铁扇 不惜下戒做个小仙 可下来后才知道 老君让铁扇下戒 是为了让他嫁给老牛 稳住着大力王 可谁又知八戒说的 是不是他自己呢 话又说回来 刚刚的铁扇是八戒变的 那真铁扇呢 天命人继续赶路 捶爆一辆红银战车 又遇到那耗子立士 他说老大王身边不见了坐骑 也不见了手中的混铁棍 出了这么大变故 老大王坐下 那头纸皮狮子狗 避水晶晶兽 或许知道什么 天命人急忙从一个铁球 滚来滚去的小道过去 赶到火光地时 只见避水洞外 又一辆赤金战车 跟人打了起来 是浩福利士 被战车叼着屠刀 一边奄奄一息 天命人赶紧出手砸了战车 那浩福利士 强撑着站起身来 牛魔王仁义无双 我侍奉他心甘情愿 只是这差事却叫我办杂了 为了那孽畜 老大王定是做了什么蠢事 这个秘密一定就在门后 说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好一个卧夫守将号逞强 无畏辛劳病祸殃 远的山中群生好 不辞贤主向残阳 这条命卖给牛魔王 他愿意 天命人叹息一句 上前触碰碧水洞的兵门 那门呲啦啦几声碎裂开来 这才刚进去 头上一声响 又是那个铁球咕噜噜滚了下来 里头是有人声 那女的骂了男的一句妇人命 我俩守在这里 闯进来的只管杀掉 话音刚落 那铁就轰的一声 砸成两口铁锅 刚才那对公母俩 正是星空仙和仙空星 他两个本是夜叉国人 夜叉国被诸佛罗汉破国后 皇室被屠杀殆尽 他两个变换身份逃了出去 多年后被识破之际 万幸被铁扇公主救下 才捡了性命 尽管他俩舍得卖命 但实力不济 也是没办法 照旧被天命人两棍打败 没了难路的 前头洞天深处 就是碧水晶晶兽的窝了 原来他躲在这 还是让牛魔王亲手打的 前几日 红孩儿知道了身世 嚷嚷着要报仇 牛魔王怕他惹祸 索性来叫碧水晶晶兽看管 红孩儿还想跑 让晶晶兽脸上 一路追咬司打 等牛魔王赶到时 红孩儿已经被他扑在脚下 奄奄一息 牛魔王大怒 这畜生下了这么狠的手 狠狠揍了他一顿 把他打得一瘸一拐 逃回了碧水洞才作罢 谁曾想 记得醉酒的坐骑被自己无情撵走 头也不回 使得醉酒的兵器被自己儿子夺去 不知扔去了哪里 说什么平天大圣家里 这点破事都平不了 又与凡人合一 这晶晶受伤了之后好凶 天命人不得不撑在一旁 他够不到的石台上 一磅一磅赖死了他 只是红孩儿的身世 到底是什么秘密 从他守着的石门窟脸里看去 看到的却是一段虔诚往事 铁扇须须弱若坐在那 土地怀里却抱着个婴儿 是红孩儿 他竟然不是牛魔王的种 也不是土地的 原来叶叉国被林山灭国后 重伤的叶叉王抱着刚死的王子 心如死灰 突然来了一老者 说道你既心又不甘 为何不肯施施我的法子 叶叉王这才睁开眼睛 只要有办法救王子 他什么都愿意 那老者叫出个小道士 双手放在王子头上 念动口诀 一朵雪莲花就从王子额头伸出 小道士取下莲花 放在金玻璃 叶叉王狮死盯着 那朵王子惊破锁化雪莲 可老者又说要想王子转世 还须一物方可成功 叶叉王依旧盯着雪莲 看都不看老者和小道士一眼 慢慢抬手说了句 不老两位 我自己来 说吧 亲手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让老者拿去给王子转世报价 是的 小道士是火焰山土地 那老者自然就是太上老君 红孩儿 是老君让铁扇喝了姿木盒的水 让红莲借他肚子生出的叶叉王子转世 难道他是要杀上灵山寻仇 可天命人赶到时 只看见萍萍在石缝里起身 欢欢喜喜说道 芭蕉扇被我找到了 再一看远处千丈深藏的牛魔王 已是要不行了 靠在山上气喘吁吁 八戒来不及细想变道 也罢 我来替你挡住铁球 你快散灭这火 原来星红仙 仙红仙跑这里来了 萍萍赶紧舞动芭蕉扇 好一阵风直吹的八百里火光地 萍萍西燕寂寂出光 唯独八戒那边 铁翘又滚过来 顶着塞帮 火花四件 生生把他推下了悬崖 不知死 可萍萍却吹天命人 朱长老自有神通 恩公快随我去救父亲要紧 天命人随他赶到陨砖坑 却听到萍萍跟老牛说道 趁哥哥不在 父亲快告诉女儿 可把那大声溜根给他 老牛没理他 瞧见了天命人 扯着被杀得漏风的气管 沉沉说道 可惜急你来的不是时候 那边萍萍越吹越急 老牛咳嗽一声 喘着说道我老了 糊涂了咳眼却没糊涂 你不是我女儿 这又如何说起 只见萍萍身上一团红光浮现 周身皮肤都变得赤红 不是那红孩儿又是何人 原来他还真是要去报仇 只不过报仇之前 想起来他小时候 梦见过那山高的和尚 贵妃的大鹏 突火的神像 轰轰烈烈都要捉拿他 他好害怕 母亲听把他一把揽在怀里 说道孩儿莫怕 若真有这一日 父亲母亲与你一道 去天上杀干净他们 那为何五百年前猴子来时 你们就任由他们捉我去了南海 老畜生 他们该死你也该 天命人听不下去 替老牛教训了一下这不孝子 可老牛却长输一口气 你这泼猴 走到哪里 哪里就家破人亡啊 人老了怕的东西就多 如今的牛魔王英雄慈目 怕战怕死 怕老婆怕儿子 他从嘴里吐出一物 政治大圣六根之一的身本忧 这东西在他胃里藏了五百年 他不敢恋话 红孩儿来要时 他更不敢给 罢了还给你吧 听命人伸手去拿 突然一团红云掠过 是红孩儿在烈焰中丢了一张符 笑骂那土地老儿死得倒也不亏 留下这张碧气符骗过了你们 他一口吞下 身本忧只见周身膨胀 气血倒涌 那力量在体内左凸右窜 直至这局肉身承受不住 猛然炸出好大一团火焰 天命人来不及 可自己却毫发未伤 使八戒危难之际挡在了自己前面 砍天命人没事两人齐齐回头 火光中站起来的竟然是当年的夜叉王 外翻着两个獠牙 伸藏着一对鸡脚 手一甩便是两条带火骨刀 与阵阵刀从中献身 八戒冲老牛抱拳拱手对不住了 牛哥老祖今天替你阵阵加法 两个冲上去就是一通好打的是夜叉王 跪倒在地 八戒摇摇头报仇 报仇架都不要了 还报什么仇 把大师兄的东西吐出来 说把举巴就要打 没想到一阵狂风直接把他卷了起来 用这等神风 果然是铁扇公主拿着真芭蕉扇来了 原来出世之后 铁扇就去了好些地方 下界交好的妖王 天上结实的神仙 海外仙岛 地府幽明可没一个人肯来 求到师父太上老君呢 老君却语重心长 跟他说叫你养个孩子 不用真就做母亲 尽管让他去闹 你夫妻两个只要不管我保你们无忧 铁扇万万没想到 老君也不肯帮他 他只能求到了林山 雷音宝捏紧交叠的手 稳住颤威的身 两旁是八大金刚五百罗汉 他似有似无听到了窃笑声 可看过去时 一众生佛却只是法相庄严 是那笑声在他耳朵里真实的可怕 他在这笑声里听到了婴孩的啼哭 志同的憨笑 少年的怒吼 听到了千百年的花开花谢 草长应非 说到底别人的血海深仇 与他们就只是一声笑罢了 无人肯帮 铁扇只能回来跪在天命人和八戒面前 替儿子求情 心甘情愿献上宝扇 只求两位放他儿子一命 今后他们夫妻两个必将严加看管一对子女 在山中潜心修行 再不出山 叶插王在身后听得笑出声来 有惊处有火 无火处无惊 有仇不报 何来修行 他喝了母亲一句 母亲啊 他们想看的 就是如今咱们跪着的模样啊 哼 叶插王强撑着 暴和一声 我偏不要如你们的意 说吧 学着他亲生父亲叶插王 铁扇听到动静 身子一软 老牛也只有吸气 没有呼气的 猛吸一口 匆匆已在山上 而那枚身本游也从陈炎中飞了出来 这其中当然也藏着一个故事 那一日杨简把悟空戳到地上 大肆分上他的六根 众人欢天喜地而去 唯独牛魔王步履蹒跚地流到了最后 一把抱主 这死都要处 左金箍棒不肯倒下的弟弟悟空 还剩一口气 一看是牛魔王笑骂了一声晦气 怎么又是你这老牛 你怎么次次都选错 牛魔王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当年大闹天宫时 他站在悟空这边 天庭派二郎神下来捉人 悟空请牛哥帮忙殿后 没了杂兵捣乱 跟二郎神杀得天翻地覆 可牛魔王却怕了 天庭真的是你我几个就斗得过的吗 而这次选错的代价是什么 跟铁扇的婚姻 他不情愿 铁扇又何尝不是勉强 可人家就是要让你认这个儿子 你怎么说个不止 像兄弟一样被他们压在山下吗 后来取经人过火焰山 他站在儿子这边 想给儿子出口恶气 结果呢 他弟弟如意争先让猴子打了 他儿子红孩儿让猴子送人了 你恨我吗 可悟空却悄悄俯下身来 说到只有这条路留给了我们 掌兄你明白吗 原来悟空是为他好 可坏就坏在八街跳出来 说了声我把鱼面狐狸一趴子打死了 牛魔王一时气短失了理智 天上的天兵天将再也按捺不住 托塔天王手中宝贝震住了他身形 哪吒丢下妇摇索 包粽子一般把他缠了起来 骑在脖梗上一把拿住鼻头 穿透了鼻孔 被浩浩荡荡一堆人牵到老婆面前 他是真的怕了 第三次悟空辞了斗战圣佛不作 他站在了天庭这边 可悟空却不怪他 悟空只笑自己幼稚 只以为自己修了功德 他们就会放了我 也放了你们 悟空没力气再说下去了 最后嘱托大哥兄长照顾好妻女 但我留的东西碰不得 随即便神霄云散 想想昨日 看看今天 难道这一次自己又选错了吗 这正是有所愿 无所见却到故人心一变 身本怀忧 休想 如愿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